好 歡迎回到現場 最敏感的兩岸議題來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觀光的部分到底怎麼樣呢 交通部說開放 組團附路觀光不是喊咖嗎 只開放到3到5月 等一下告訴大家有沒有最新消息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有關於今夏海域的這個衝突事件 翻船事件呢 泉州市長講話了 泉州市長蔡戰勝她表示 台灣當局以各種理由 對大陸雨傳進行暴力 無視大陸漁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及其憤慨 你知道嗎 這已經上升到了 他說是進行暴力 那蔡政源其實是這樣分析 他認為驚嚇撞傳 其實不至於引發兩岸軍事衝突 但首先民進黨政府也判斷 大陸不會動 所以貿然動武不符合 大陸倡議的大國責任 若要動武一定是針對台灣本島 但是準備工作顯然未完成 民進黨台獨抗中路線 還可以混一段日子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民進黨就把整起事件 操作成整個 這個大外宣的抗中呢 好 接下來有關於協商的部分 協商15次都破局 那現在呢 前空軍副司令 張彥廷張將軍 他的分析 他說看來沒辦法了 如果再拖下去 他說台灣的海權 航權空權外交權主權 一步步的往後退 然後會喪失耶 就這樣默默的你知道嗎 海峽中線被沒收 然後海權會不會也被沒收 還有航空權呢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關於遺體的部分 亮哥是認為啦 他說遺體還在台灣 如果呢 運過去 他們一定會驗 如果驗出來不同說法怎麼辦 比較倒楣就是 四位海巡執法人員 可能變成大陸永遠的通緝犯 有關於兩岸問題 學者現在呢 也非常的關注 但大的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張五月主任他認為 北京是無意操作金門事件 升高兩岸局勢的 而是要凸顯政治上 反讀促容跟促統 520賴清德就職之前 兩岸會處於緊繃 但可控的狀態 好 剛講到的 有關於觀光客的部分 那接下來到底會不會開放團客呢 交通部長王國才居然說 請業者去溝通 我就問 業者要怎麼去溝這個通呢 你上面都這樣下令了 全國的商總主席賴正義 他認為政府喊說 入境目標1200萬人次 如果說沒有陸客 這個市場要很努力耶 知情人士認為 陸方援你兩會後松手 結果被蔡政府的意識形態 給搞砸了 通過才說6月之後呢 要看大陸的善意來做決定 另外呢 也請旅遊業者跟對岸溝通 那立委賴市保釋表示啦 任委會主委邱泰山還說 兩岸有適當的溝通管道 如今呢 卻要業者自己去當說客 這個邏輯就不通啊 所以立委林國成呢 他痛批啊 政務官不負責任 很奇怪啦 那麼你說要叫台灣主團的大陸團 去跟大陸講 那為什麼政府官員不直接跟他講呢 邱泰山說都有適當的管道 來跟大陸類似溝通 他們就講就好啦 為什麼要我們的旅行團 3到5月旅行團可以去大陸 同時跟大陸的官員講 這莫名其妙 這邏輯是不通的 這只是顯示出啊 這個官員無論 其實這個我們突然對那個禁團令 本來要解除突然踩急刹車 而且呢是選權選後食言而非 那麼其實這個就完全是一個 政治性的考量 就是選後了不認賬 或者把它拿來當作報復的工具 王部長講這些我不太苟頭 對岸的理由 當然還是要牽涉到陸委會他的政策以否 所以這個部分他推給旅行業 去做這些協調溝通 基本上我個人的看法是 政務官不負責任的這些做法 所以我還是要呼籲 我們政府雖然看守內閣 但是千萬一定要有擔當跟有作為 本大陸漁船的這個翻覆事件呢 談判談了15次都是僵局未解 敏感的時刻呢 現在政府又阻止阻大陸團 這觀光的部分也卡關 還狂轟說是因為對方沒善意 現在呢旅遊觀光業者 直接嗆民進黨政府 這就是意識形態作祟 然後拿業者開刀啊 還問政府旅遊業到底哪裡得罪你了 大陸漁船翻覆案 兩岸惡意螺旋不斷上升 隔魁陳建仁說 要等檢調偵辦有出負結果 該道歉就道歉 問題是兩岸高度對立下 台灣撐得住嗎 金門地檢署 這個案子什麼時候可以增減 你可以發揮一個關鍵的 事件調查明確 大家可以沉澱下來嘛 這個不是很複雜的案件 檢察官都沒有辦法 有這種敏感度 我可以說禁訴 兩岸關係緊繃之際 習近平在兩會強調和平統一 原本可以減緩緊張的主團附路觀光 政策卻緊急轉彎喊咖 蔡政府說是因為要對等開放 遭旅行工會狠狠打臉 既然要對等的話 那為什麼還要開 單月1號到5月30號 都是跟政治有關係啦 事實上台灣從1989年 開放附路探親 1992年開放大陸旅遊 到2008年陸客才能赴台旅遊 都是台灣先單向 拼命開放大陸才開放 現在卻突然說要對等 但如果堅持對等 為何去年大選前解禁 藍軍怒轟就是意識形態在作祟 如果要作對等的話 選前就不需要對等了嗎 這不是笑死人了嗎 那選前沒有這樣的問題嗎 這不就證明你在騙票嗎 會造成這個我們觀光逆差 我們是對日本的觀光逆差最多的嗎 說法 事實上都是邏輯不通 唯一的理由就是政治操作 那你覺得委會需要有其他 這個時候我沒有什麼意見 在他們還沒有提出來之前 我沒有辦法去表示這樣的意見 不要用政治來綁架商業 你不能只拿我們旅遊業來開刀 我不曉得旅遊業哪裡隔絕了政府 外傳如果我方開放 組團附路 大陸方面會在人大會議後善意回應 如今卻被意識形態給搞砸 不知兩岸何時能有互動善意 記者張宥慈 王志涵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第四次 第四次